祝自己降伏在祢的面前 祢是我们的主 祝我们在教会 在往前推行 有各种不同的事工 祷告 弟兄姐妹 先由与祢的关系作为根基 弟兄姐妹在祢的话语上面 在祷告上面 有这样一个极大的动力 为了世界的祷告跟读经 来更加认识你 来跟你有更美好的关系 当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样子 叫做顺服服侍你的意义之后 他们心中的动力源源不绝 我们教会 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即将要来 孩子祈求你 因着你的美意 祝福这样子一个接待的事工 这边有很多的孩子 他们从远地方几千英里来到这边 孤单一个人在这边 他们需要很多的照顾跟安慰 他们需要那一个 他们所没有的安全感 求你兴起弟兄姐妹 愿意来接待他们 告诉他们 供应他们的需要 并且告诉他们 当他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 神已经先爱他们了 并且预备好了 他的儿女来接待来照顾 并且把耶稣基督爱人 这样子一个故事告诉他们 所以因此这样子 事工也求你祝福那接待的 提供交通的 在他们往返接待家庭跟学校的 办银行卡的各种不同的服务 让弟兄姐妹在服事的当中 经历到神 你的真实跟统在 主要我们祈求 你纪念教会 未来的方向 让整个 让台湾基督教会 能够成为北美 台语教会转型成功的例子 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 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所以你带领我们 从牧师长职 各位弟兄姐妹有同样的心智 在不同的当中来合一 来一起来努力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虽然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 主啊你让我们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 因着我们在里面前 学习的谦卑 而因而可以同工 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有需要的身体软弱的 主啊你知道他们 主我们不晓得 为什么谁 病痛为什么临到某个人身上 但是主啊我们知道 你在圣经上面说 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 谢给你 因为你顾念我们 所以我们就坦然的 无惧的 把这样子的一个应许 紧紧的抓住 说主啊你顾念我们 所以我们不管在 什么样子的光景 我们可以依靠你 帮助我们在困难中的 弟兄姐妹 他们能够紧紧的 抓住你的应许 在苦难的当中 来经历到你的同在 在风雨的当中 等候主你的阳光 心中满心欢喜 且有平安 现在我们祈求圣灵 亲自做我们的导师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有一切相信的 虽然福音是给有 瑕疵的人来传 但是主啊 你的话语带着能力 求你为我们开 我们福音的门 也就是弟兄姐妹的心门 我们靠着福音得救 也靠着福音得胜 帮助弟兄姐妹 你的话语是好种 能够进入好土里面 可以发芽生长 这样打告感谢 是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请打开圣经 约拿书 约拿书在哪里呢 他在旧约 在旧约的小先知书 好 小先知书呢 是比较小本 不是他比较不重要 约拿这个故事呢 很多人都听过 也都熟悉这个故事 圣经里面呢 如果有非常的 戏剧化的故事呢 我相信 没有一个比约拿这个故事呢 还要再来的戏剧化 但是呢 在这个戏剧化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有很美好的事情可以学习 神要我们学习他的真道 好 我们打开约拿书一章第一节 他说 约拿是一个先知 什么叫做先知呢 你各位听到先知这个名字 第一个就想起这个未卜先知 对不对 他可以讲 他可以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对于那个 能够告诉你说 明天会不会下雨的这样子的人 感到非常有趣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先知 他所要讲的 不一定是未来要发生的事 是那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先知最重要的职份 是忠心的 忠诚的把神要他的话 讲出来给百姓 这个是先知的职份 好 现在呢 神有工作要给约拿做了 神说你往尼尼围这个大城去 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 因为他们的恶呢 达到神的面前 尼尼围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约拿的反应 圣经上面说呢 约拿怎么样 他不愿意去 所以神要求他做这件事情 可是他不愿意 所以呢 不是去尼尼围 他做了船呢 往他师去 他师在哪里呢 在你的图的右边呢 右上角啊 那个就是尼尼围城 就是今日的伊拉克 在底格里河的东岸的地方 叫做尼尼围 这以前呢 是一个很大的城 那么约拿在哪里呢 我指我的后边 大概没有人可以看得见 约拿这个时候呢 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就是犹太地的地方 他往北边呢 到约帕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平泊的港口 从这个地方呢 五百五十英里到尼围城 可是呢 约拿他不愿意去 所以他上了船 他付了船架 他坐一艘船呢 要往他师去 离耶路撒冷了 两千五百英里 五百五十英里往东北 两千五百英里往西 他要干什么 他要躲避耶和华的面 所以说他要躲避耶和华 所以呢 他付了船只啊 上了船 他上了船以后怎么样 他走到底舱去 在里面睡大头觉 为什么躲在底舱怎么样 神看不见对不对 我不晓得约拿在想什么 他师是哪里呢 他师是当时那个 在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 这个距禁差不多两千八百年前 而且是当时的世界里面 知道最远的商业的航路 那这个几乎 这个是在今日西班牙这个地方 这个几乎是地中海到 大西洋的一个出海口了 这个地中海的水 倒到大西洋 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当时呢 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最远的地方 也就是商业的船队 可以到的地方 所以约拿呢 你可以可见 他下了极大的决心 他要离尼尼威城越远越好 这个是他对神 叫他做事情的一个回应 为什么呢 因为他恨 住在尼尼威城的这个亚述人 约拿是一个态度有问题的一个先知 刚刚讲到的先知的工作呢 是从忠实的照着神要他讲的话来做 可是约拿他不愿意 他往反方向去了 尼尼威城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城呢 这个是当时的亚述帝国的首都 亚述帝国的京城 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城 在约拿的眼中呢 约拿是一个自以为义的先知 在他的眼中呢 他认为尼尼威城呢 是一个不相信耶和华的敌人 他代表了一切 以色列他的国家他所恨恶的 尼尼威的人呢 非常的残忍 他们在战争的时候呢 把对手呢 一定是杀戮净进的 他们砍断那俘虏的手脚 把他们那活活的肢解 他们把人活活的斩首 也把人活活的烧死 这个是尼尼威人 这也是以色列的秀敌 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威胁 果然啊 在这个世界我们读了这世界 十年之后呢 三十几年之后呢 722组后 722年呢 亚述帝国呢 供获了以色列 把北边的十个支派 掳到亚述去 这些以色列人呢 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故乡 所以越南他不愿意 亚述的人呢 有悔改的机会 你看到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恨 一个民族的恨 他连他们悔改的机会 都不愿意给他 他不愿意亚述人 能够悔改 以至于得救 所以呢 他就上了船 船在海上航行呢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 海起了一个大的风浪 那这个是地中海呢 根据气象学家 地中海这个地方 有时候他会掀起一个 极大的暴风 那可以达到时速 达到90英里 这个相当于 现在的hurricane的那种level 可是这一次的大风浪呢 不是自然的风浪 这个炸自然的风浪 是一个超自然的风浪 这些有经验的水手 他知道这一次不一样 他们非常的害怕 对自己的大王 这个是非常有经验的水手 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觉得这个风浪不一样 在他们心中呢 他们觉得一定是他们船上 什么样子的人 得罪了神明 于是呢 他们每一个人呢 就赶快的 大家呢 呼天抢地 来求告他的神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发现船底有一个人 他这个船呢 这样子上上下下 翻来翻去 摇来摇去 可是这个人呢 他竟然睡熟了 因为你如果是睡眠 你的很勉浅的 你会不会很羡慕冤啊 那你要 你可得非常的疲累 你才可以在那个时候 才睡得着 而且睡得很香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他们马上把他摇醒了 他们马上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你在这个时候 竟然可以睡得着 要我在船上 我也会问他这句话 他们说 赶快 赶快求你的神 怕哪一个神啊 没有拜祈了 船上哪一个人 得罪了神 没有拜祈 所以呢 叫他们 叫约拿也帮忙 加入祷告 你的神到底是谁 你也帮忙 事实上我们全部加起来 看不会漏掉一个 也许我们就没事了 这个是人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神明是在消灾 祈福用的 于是呢 船上的人接下来呢 他们就抽签 这个是一个 一个迷信的一种 土方法 不知道怎么回事 咱们怎样 咱们抽签 结果呢 他们抽到谁 抽到约拿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猜的两件事情 其实都是正确的 第一个他们觉得说 一定有人得罪神明 有没有 还真的有 第二个他们抽签 抽到谁 这约拿 这世主还真的是约拿 当然我们知道 这背后有神的手在里面 他们认定船上 于是呢 他们问约拿 他们说你告诉我 你赶快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从哪里来 我们没有时间啊 你要去哪里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子的事情 面对这个问题呢 约拿她并没有忘记 她是谁 这个时候呢 她知道神已经找上她了 约拿她是一个先知 先知传讲神的话语 先知宣告百姓的罪 先知宣告神的审判 她一样都没有做 她上了船 她不愿意神给她的使命 她上了船 远远的想要 用三千英里来躲避神的面 当神 要找她的时候 她躲得了吗 她说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 你看到耶拿 这个时候的语气变了 她知道她是属于神的人 她说那我敬畏那 造天地海汉地之天上的神 于是他们就想 那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 你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 越南觉得说 她可以倒避神的面 你看诗篇139篇 她说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呢 躲避神的灵 我往哪里逃来 躲避你的面呢 我若生到天上 你在哪里 我若在阴间下他 你也在哪里 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 不见亮光 就在那里 你的手仍然必引导我 神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那把神看得太小了 有时候呢 我们也把神看得太小了 当我们私底下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以为没有人知道 我们躲得远远的 以为神不知道 神都知道 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呢 他现在正在属灵的东眠期 所以呢 他跑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 他说呢 在那里呢 没有人会找得到他 但是呢 他们忘记了 他在那个大的教会的里面呢 神呢 依然可以找得到他 于是呢 随手问他啦 他说呢 那么你既然是你得罪耶和华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做呢 来能够让我们免去这个灾祸呢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那海浪呢 越发的翻腾 他们要非常的害怕 越南跟他们说呢 越南知道神已经找上他了 他跟他说呢 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去 这个人是很有骨气的 很有guts的 他说呢 我不愿意连累全船的 你就把我丢到海里面去 就没有事了 他怎么知道 他被丢到海里面就没事呢 我们从他的祷告 你们可以看得出端倪 我们待会儿来看 船上的人呢 却不忍心这样子做 他们不愿意流无辜人的血 结果呢 当越南被丢到海里面去的时候 海马上平静了 这是我为什么说 这不是一个自然的风暴 不是一个natural storm 它是一个supernatural storm 它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暴风 船上的人怎么样 他们因着约拿对神的态度 他们因着约拿 介绍神给他们 就那么一次 他们就信神了 将来我们在天上 要看到这些水手 当他们约拿被丢到海里面去的时候 这些人在船上做什么 这些有一个极大的负行 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祭 他们就敬拜神 他们知道怎么样 他们听了约拿的话 他们知道神是真神 那么我们来看 所以说我们把握每一个 传福音的机会 你永远不晓得 我们什么时候一句话 可以帮助人来认识 那创造天地宇宙的神 记得福音像吃饺子的礼遇吗 有些人只要一个饺子就饱了 有些人要一百个 那不管是一个还是一百个 我们就尽力的放出饺子 当你每一次接待一个人 当你每一次善待他们 当你每一次用话语安慰他们 当你每一次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们 那个你都在喂下一个饺子 我们不见得都刚好喂到最后一个 当我们喂到最后一个饺子的时候 是怎么样 就看到人欢喜的悔改 愿意接受神 对不对 可是我们经常喂的是第一个第二个 我们觉得呢 一点动静也没有 但是神就是叫我们忠心的 一有机会就把神的爱告诉别人 约拿在那紧要的关头 他还是把神介绍给他们 结果是好的 好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拿的祷告 约拿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 他不希望亚述人能够得到神的怜悯 他希望亚述人被神怎么样 完全的摧毁 这是他心中所想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在海上的时候呢 现在这个时候呢 波浪半过他的身 现在他在海里面宰夫宰神 现在他即将失去知觉了 海草他缠住他的头 这个时候他怎么样 这个时候呢 他需要的不是那个公义的 他需要的是一个怜悯 他跟亚述人一样需要那个怜悯 约拿看到了这个时候呢 他需要的 不是他坚持的一个 他的一个意识形态了 这个时候呢 他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 所以你看他的祷告 这个祷告里面第三 他说我说呢 我在你眼前被驱逐 我仍仰望你的圣殿 这什么意思呢 在当时的人呢 有圣殿 就比喻神的圣殿 就像神自己一样 所以他想望的呢 他仍然仰望神 他仍然仰望他的圣殿 神的圣殿 所以你看他 诸水环绕我 几乎湮灭我 深渊为之我 海草缠着我的头 这个时候 他在生命的 紧要的关头的时候 他说呢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 进入你的圣殿 达到你的面前 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讽刺的 约拿他有 他自己心中有这样子一个意 可是呢 他发觉 等他生命 达到紧要关头的时候 他需要的 还是神的怜悯 这个时候呢 神呢 拆了一个大鱼 把他吞到鱼肚子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呢 弟兄姐妹 你要说 Wait a minute 你在讲 你现在是在讲神话 还是在讲历史 各位弟兄姐妹 你觉得这是神话呢 还是历史 现在呢 我告诉各位 那个结局 这个约拿被吞到 大鱼的肚子里面去 吞进去了以后呢 第三天呢 因为他在里面祷告 对不对 我们怎么知道 他在里面祷告 我们知道他祷告了什么 他约拿自己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这约拿书是他写的 第三天呢 这个鲸鱼呢 把他吐 这个大鱼啦 我不晓得这是不是鲸鱼 这大鱼把他吐到干地上面去了 哇 你说这个事情 写得跟天方夜谭一样 我问各位几件事情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 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么如果这句话你相信 起初神创造天地 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呢 他自然的把万事万物运行的道理 也放在他创造的世界里面 是不是 make sense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西伯来书十一章第三点 他说我们一直信就知道 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柱造出来的 常常牧师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什么叫做诸世界呢 就是物理界 化学界 生理界 地理界 地质界 各式各样的学问 是诸世界 就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 所以当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 他把这一些万物万事运行之道 也摆在他的创造的里面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就像说你要是设计的一部旗子 假设说你发明了这个旗子 叫做陆军旗 那么那总司令 赢过军长 军长赢过师长 这个是你定的 因为你设计这个旗子 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 他当然他来定 这万事万物运行的规矩 历史历代以来 人类观察这个自然界的现象 他们记载了很多的数据 他们在数据的里面 不断地用一个结构性的方法 一个methodology来印证 这些数据最后可以通过 这个验证的方法 可以重复出现的就变成了定理 就变成了theorem theorem在历经历代以来 然后一直不断地逻辑上面的框架 能够通得过以后 它就变成了law 就变成了公理 那么现在我们人 把它叫做科学对不对 然后我们回头看到 我们人观察神所创造的自然 我们所推论出来 我们所归纳出来的 用科学方法归纳出来的东西 然后我们回头 跟他创造自然的神说 你不科学 这样子make sense吗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我们不知道 约拿在大雨的肚中的细节 我大概可以猜想 他在那个消化鱼的那个消化煤 那边泡了三天 他的出来以后 他皮肤大概就是漂白的 非常的白的 我想他身上的味道 大概是小时候 我在南头上菜市场 那个鱼滩那边的味道 大概是这个样子 圣经并没有跟我们很多的细节 但是很显然的 这是一个神迹 所以你不用摸他到底在里面 到底是怎么呼吸的 这明显的这是一个神迹 神必须要设计一个很大的鱼 对不对 事实上的确是 鲸鱼的确是可以很大 它可以大到 大的鲸鱼可以大到90尺 那是相当相当的大 那么有人宣称 他曾经被鱼吞到肚子里面 然后他的同伴把鱼剖开 把他救出来 这个事情是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重点在于不在那里 重点在于神借着这个故事 所要教导我们是什么 好 现在呢 约拿后悔了 神把他吐在干地上面呢 现在约拿存活了 现在神第二次跟约拿说话 神跟他说 Let's reset Let's start all over 神跟他说 你起来往尼尼为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 我所吩咐你的话 一样的使命 一样的人 我不晓得为什么 神对约拿这么的耐心 他一定要约拿去 要是你跟我呢 早就把他disqualify了 约拿那种态度 因为我们人最受不了 我们最受不了别人 就是态度不对的 约拿呢 他是个rotten 他是个烂掉的态度 非常坏的态度 好 约拿这次听不听话 你听他那个祷告 你就知道说 约拿呢 他知道神找上他了 他现在后悔 他违反神的话语 他现在就要愿意去了 于是呢 约拿就往尼尼为大城去了 那这个尼尼为是一个大城 当时有多少人呢 据估计当时的居民 至少有六十万到八十万这么大 尼尼为城的前面的城墙 面对外面的城墙 长度有八英里的长度 所以呢圣经说呢 约拿要走完这个尼尼为城 要三天的时间 他只走了一天 他走了一天 他说呢 再过四十天呢 神要毁灭尼尼为城 你们呢 每个人都要悔改 OK 这个是神给他的使命 他果然照着做的 应该要走三天呢 他只走了一天 结果呢 这个是全世界 有人类历史以来 最成功的一次 培灵步道会 走了一天 六十万到八十万人信主 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牧师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成就啊 最成功的培灵步道会了 再也没有了 问题是好笑的是怎么样呢 一面对这个这么成功的步道会呢 约拿非常的生气 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牧师对步道会 培灵会很成功 很多的悔改 然后那非常生气的 这个事情呢 竟然发生在约拿的身上 他跟神说呢 我整体死死了 好了 我干脆死了算了 哇 他非常的发怒 各位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呢 不愿意别人有悔改的机会啊 那是一个极大的恨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hatred 约拿他不愿意传递 这个带来希望的信息 给尼尼韦的百姓 他不愿意传递 有关于神赦免人的故事 他不愿意把神的恩典来传给这些人 这些残暴的人 因为他要审判他们 怎么叫我去把福音告诉他们 他要神毁灭他们 一个一个的杀掉 他心中有一个极大的恨 神知不知道尼尼韦城的邪恶呢 神当然也知道 就在这个诗一百年之后呢 神采取另外一个先知 纳红 纳红就是来宣告尼尼韦城 time is up 你们的机会已经到了一百年 你们依然的走那邪恶的道路 神的毁灭就发生在那一百年之后 可是那神要救这个世代 神要解救尼尼韦城这个世代 他要给他们机会 他差遣以色列 他差遣 他差遣 约纳去告诉他们 那约纳他知道 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 他知道此去呢 结果很可能 如果说亚述人愿意悔改的话 他们可能全程会得到赦免 他知道的 所以他跟神argue 他说那我死的算了 我没有办法来想到说尼尼韦城的人 来受到赦免这件事 我心中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干脆死了算了 因为他跟神说 我在本国的时候 我还没有去搭船逃避你到他事的时候 他说那我就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我知道你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急急到他事 很急得到他事去的原因 因为我不愿意你的恩典 临到尼尼韦城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 你看那个先知这样子的态度 我相信如果是你我的话呢 早就在那散一边去了 再怎么样烂的人也比你好 也比你强 因为你的态度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神 这个人家说旧约很残暴的神 他们根本没有明白我们神的神 真的是什么样子 我们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他不轻易发怒的 他就是要约拿去完成这个 我们人认为最不可能的人 他就是拆拍这个我们人认为最不可能 约拿的故事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表面而已 约拿其实是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代表 以色列人是什么人呢 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神要他们把认识有关于神的事情 把神的话语传递到万邦 让万国的人因他们得福 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职份 可是以色列人不愿意 就像约拿不愿意一样 以色列人违反神的话语 他没有神所给他们的话语 他没有神给他们的恩典 神要他们介绍给别人 可是他们不愿意 他们留着自己用 所以当耶稣的时代的时候 到了耶稣时代 八百年后到耶稣时代 以色列的领袖已经corrupt到一个极点 所以耶稣他这样子讲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九到四 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 这耶稣他quote约拿这个事情 让我们更可以看到 约拿书不是神话 是一个历史 因为连主耶稣基督都讲到约拿的故事 所以约拿三日三夜 在大雨的度复里面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他讲到什么 他讲到他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要第三日要从十里复活 所以当审判的时候 尼利威人起来 要定这时代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尼利威人听到了约拿所 传的道就悔改了 可是呢 现在这些法利塞人 耶稣时代的犹太人 他们有最大的先知 他们有最好的牧师 最好的讲员 就是耶稣自己 可是他们不愿意悔改 神给每个人几百年的悔改的机会 可是那当人不愿意的时候 审判才来临 尼利威人这个不愿意 这个不认识神的人 如果他们听了一个 一个态度不好的先知 就愿意悔改 那么他们在往后的结局 比那个听到的最好的 讲到最好的先知 却不愿意悔改的人 要来得更好 我们继续看 现在呢 第三次第四次 神向约拿说话 约拿心中呢 我们刚刚讲到 充满了傲慢跟偏见 他不能忍受神呢 对野蛮人也施予有恩惠 那么我们心中有时候这样 我们对我们看不起的 我们对我们所讨厌的人 我们觉得他们不配得 神的恩惠 神的恩典 这是我们心中的傲慢跟偏见 对不对 约拿他宁肯死 他也不愿意看到 他所讨厌的人 回改归向神 可是神却跟他说 Is there a good reason that you are angry 他说呢 你这样子发怒 合乎理吗 神对约拿的态度呢 非常的有耐性 因为神呢 要让约拿明白 他真正的心意是如何 他也让后来的世代 也就是我们来明白 神真正的心意是如何 所以呢 约拿跟神第二次的对话 第三次的对话以后呢 他呢 跑到城的东边去 高的地方 他给他自己搭了一座棚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我刚刚没有讲到 他那个亚述人 60万到80万人 从上到下 全部都进食悔改 连牲畜跟牛羊 都穿上麻衣 而且没有水喝 我在想那个羊带跟牛这样讲 他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咱们连水都没得喝了 他们很无辜 但是这个是代表的一个 一个真正的悔改 连国王 从最大的到最小 连国王听到 都把他的朝府脱下来 都驱上了麻衣 你说一个人讲这几句话 讲了一天的道 就有这么大的果效吗 圣经没有给我们很多的细节 有历史家推断 在当时呢 亚述兵败 有很大的兵败 也有地震什么的 但是我们在圣经上没有看到 我们只知道说呢 他们是真正的真心悔改了 所以神怎么样 神就后悔了 后悔这个字呢 在圣经上面对不对 这是relenting 意思就是说神的心就软了 我们的神呢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他的心就会软 并不是说神说 Oops I made a mistake 不是这样子 神的心就宽了 他就呢 不再把药降的祸 降在他们的身上 好了 约拿生气了 现在呢 神已经不是赦免了吗 他干嘛到东边去 又搭了一桌棚 他要看这个城怎么样 他现在想什么 他现在想说呢 这些人悔改只是短暂的 他们的悔改呢 也可能只是呢 假冒为善 hippocrite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吗 我们带人信主人家很高兴 不过下礼拜就不来了 不是吗 约拿呢 他也在盼望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呢 他在东边搭了一座城 他要看到这个亚述人 不是真正的悔改 他要看到神呢 把他们的全城 从老到小一个一个毁灭 他可以享受每一分钟的人 这是约拿的心态 他在那边搭了一座棚子 目的是这个样子 他要看亚述人被毁灭 这个时候呢 神有工作要做了哦 毕马 对不起啊 毕马 非常的热啊 神呢就长了一个毕马 这个长 这个呢 高呢 这个非常的高 那叶子呢 很宽 所以呢 就给 就给 约拿遮阴 对不对 OK 那自我为意的人呢 也是怕热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呢 发觉这个 这个毕马呢 给他遮阴呢 蛮舒服的哦 心情就好多了 对不对 第二天呢 怎么样 这毕马一夜发生 第二天呢 神用虫把他咬死 结果 约拿怎么样 哦 他又暴怒哦 Furious 他说神啊 我整体死死就好了 你就让我死掉算了 这个人脾气真的是很坏很坏 坏到几点 你从来没看过 有脾气坏到这个样子 太热了 他就说我死掉算了 他一开始他就想死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把我丢到船下面去好了 我不想活了 然后呢 我发怒以至于死 我都合理 现在呢 哇 他这个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人想在跟神闹遍了 我们台湾化妆在丢了 不然在丢而已 我很不高兴的 哇 可是呢 神真的是非常的耐心 对不对 神跟他解释 神跟他说呢 这个毕马不是你在种的 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 你都这么的爱惜 甚至为了他愿意死 这个尼尼韦大成呢 部分分辨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万多人 谁是不能分辨 左手右手的 孩子嘛 孩子啊 并有很多的牲畜 神说我岂能不爱惜呢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给很多的人说 一旧约的神 是一个很残暴的神 让你仔细的看清楚 神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位神 因为那个在 跟在新约里面看到 为人的罪被定死在死架上 是同一位三合一的神 这一位神啊 他爱惜神的生命 他愿意每个人都悔改 所以他给他们机会 他给这个世代机会 他说呢 我怎么能够不爱惜呢 有多少人知道 耶和华是真正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呢 他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约约不能够体贴神这样的心意 我们可以吗 有个结论 这个故事的约 这个约约书短短的四章 我们觉得约约好像是男主角 不是 真正的主角是神 神呢 是神起那个暴风 是神要约约去传福音 是神起了暴风 是神让风浪平静 是神做了一条大鱼 来把约约吞在肚子里面 是神保护约约在里面 保存他的生命 是神让这个鱼 把约约吐出去 是神赦免亚述的人 是神让这个毕马 一夜发生 一夜赶死 为了要教导约约一个故事 第二个 神有审判的权柄 神是真正的审判者 创造天地宇宙的主 他定了万事万会运行的道理 他也是审判者 圣经不是说吗 神冤在我 我必报应吗 所以神审判以色列人 神也审判亚述人 可是约约却要把审判的权柄 抓在自己的手里面 他希望神毁灭亚述的人 所以说审判在他的手里 我们尽管把这个权柄放在他的手里面 一百年之后 神就拆遣先知纳红 来宣告对亚述人的审判 对于不愿意悔改的以色列人 神一样施行审判 因为这是公义 这是神的公义 第三个 审判者有极大的怜悯 神的怜悯跟慈爱 并没有被我们个人的傲慢跟偏见 我们不关心不顺服而限制住 他依然要成就他的怜悯跟恩典 刚刚彭长老讲到 我们不要做一个听道的人 要做一个行道的人 我跟各位有三个挑战 第一个 你是否也逃避神的使命 有什么事情神要你去做 可是你一直不愿意去做的 你找尽了借口来逃避神的面 约拿计划逃避神的路径 他这个路径呢 从约帕一直到踏实 整个行传的时间连补给 可能要好几个月 可能要将近一年的时间 你看他这么的努力 来逃避神给他的使命 我们弟兄姐妹在座的 可能你跟约拿心有处处言 可能心有同感 神可能在数周前 数月前 数年前叫你做某一些事情 可能是要你与人和好 可能要你跟人说安慰的话 可能要你多进修 多读神的话 可能你要你多参与教会的事工 可是你心里说呢 那是你要我做的 但是我心里不愿意 你也在逃避他的面 你也在神逃避他 你也在逃避神的面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可能逃避神的面 有一天神要跟你面对面的说话 就像神在暴风雨的时候 跟约拿面对面说话一样 第二个 你有没有那种狭隘的民族的观念 你对一个人的论断 只是完全根据他的肤色 完全根据他的国家 他的国籍 完全根据他来自的地方 这是你对一个人的看法 这个是种族的歧视 我记得我在 在八九年 八八年八九年的时候 我在美国读书 有一次坐飞机回去台湾度假 度暑假 这个飞机呢 我还记得 那个叫做North Western Airline 那你如果不够年纪 你不晓得这个Airline 现在没了 North Western呢 他坐在一半飞机坏了 这个飞机坏了不得了 结果那迫降在夏威夷 你想说能够赚一个到夏威夷的旅行 也不错 没那么好 那个飞机降落了以后 乱七八糟 到最后把我们放到宾馆 放到旅馆里面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可是呢我在这一趟的旅行里面 我碰到的一个 菲律宾的一个弟兄 一个教会的弟兄 那么我们呢就变成了好朋友 我们在飞机上非常的有得聊 然后呢碰到这个不顺利的事情 那我们也就嘻嘻哈的很有意思 可是呢 第二天呢就累了 我急着要搭我的飞机 我要回到我的故乡 我不要再stuck在这边 那个真的不是什么夏威夷的游览 你只是在hotel跟机场之间 那边奔波而已 现在呢我们被分派到 另外一档飞机可以飞到台湾 然后再经过安检的时候 再经过安检的时候 那时候的安检我跟他不一样 有时候呢有些人呢 是要被抽到的的话呢 他是随机的抽 被抽到的话要收身 要打开行李 然后呢没事的呢 连什么都不用就过去 然后呢这个 这个菲律宾的弟兄跟我说 Albert 我猜你一定会被拦下来安检 你有没有注意到 被拦下来安检的人 都看起来会很像日本人 然后呢 我也没把他放在心上 对不对 我就去了啊 果然我经过的时候 咦 夹到旁边去 他没事 他菲律宾人 什么都不用检 他就过去了 然后我被安检了 以后回来 我就凑着一张脸 他跟我说Albert Did I tell you 那时候我心里跟他说 I hate to be Japanese 我心中就跟他 我很讨厌被认为是日本人 他跟我说Albert 你是神的儿女 你不应该有这样子的 一个狭隘的民主观念 神爱世界上面所有的人 这件事情我到现在 我都还记得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 论断别人 只是纯粹根据他来自的地方 他的口音 他的语言 他的国家 神在约拿书告诉我们 这种种族的偏见 不合乎神的心意 因为神愿意万民得救 就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 第三个 你是否了解 神爱他的儿女 神也爱外面 还没有听过他福音的人呢 神爱他的儿女 坐在这个四个 四围这个墙里面的人 可是神呢 他也爱在街上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所以神呼召约拿 去告诉那样子的人 他甚至今日也呼召我们 去告诉那样子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学生的事工 我们有周五的事工 我们有 有homeless的事工 都是为了福音 不是我们自己享受 那是要把神的慈爱 也给所有的外面的人 让他们也能够听到 能够到白白的得到 这个神的恩典 越南的故事 值得我们深思 值得我们解释 重新解释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帮助我们 做一个行道的人 当我们知道 你的话语的时候 是知道你的心意 以至于我们 可以体贴你的心意 可以跟你有更美好的关系 主要你激动 我们弟兄姐妹的心 能够体贴你的心肠 有你那样子的 一个无私的爱 牺牲的爱 就教会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一个 彰显耶稣基督的人 事工从他们的生命 自然的流露出来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